王上对女孩求了婚却被拒绝了,女孩的理由是,王后身份会束缚住自己,她不喜欢那样的生活,她只要王上和自己心意相通,彼此相爱就足够了,她宁愿做一名宫女,陪在王上身边,王上心里是明白女孩为什么这么说的,可她更明白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,终究,女孩还是布了吴上宫的后尘,不久之后,王上和莲花举行了婚礼,莲花如愿以偿地成为了王后,但就在洞房花烛夜时,王上却撇下她一人独守空房, 并告诉她,以后的日子扮演好王后的角色就够了,但王上还是小看了莲花的野心,她可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,这晚女孩则来到许愿树下,彩琳陪着她度过了整整一夜,可她不知道的是,王上也曾偷偷来过这里,十四王子王真见莲花已然成为了王后,便半开玩笑地问女孩要不要考虑嫁给我,我可肯定会对你好的,我们可以离开王宫过场自由自在的生活,女孩也是打趣地问道,只要我愿意,您就会让我如愿以偿啊,十四王子肯定地说, 那当然了,女孩开心地点点头,可是第二天十四王子在朝堂上的言辞不当,就被王上已有意谋反给她定了罪,并处以归相行,剥夺一切权利,未经传诏,不允许返回松月,此事一出,太后急火攻心一并不起,而王上则下令自己要亲自照顾太后,不允许任何人踏入太后请愿半步,可太后病重,女孩于心不忍还是通知了十四王子, 十四王子冒着抗旨的危险,来到这里想要看一看自己的母亲,却被拦在了店外,连续几天不吃不喝,而里面的太后也是以绝食的形式来抗议王上,可是王上丝毫没有心软,因为她曾对母亲说过,总有一天要她只能看着自己一人,她终于做到了,最后守在母亲身边的只有她,太后最终也没能见到自己最心爱的儿子王真, 王真看到母亲躺在冰冷的床上,不禁泪流满面,王上则怪女孩为什么给十四王子送信,女孩觉得因为王上的执念,害得他们母子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是不对的,而王上则认为,该可怜的人不是十四王子而是她,是她一直被母亲抛弃,她觉得女孩应该理解她才对,说完便扬长而去,而这也仅仅是女孩和王上矛盾的开端,接下来调查先往水莹中毒事件中,九王子为了自保,将事情都推到了死去的三王子和八王子的身上, 当然彩琳也是不会有好下场的,这天女孩正四处寻找彩琳时,却被宫女们吸引过来,一问才知道,王上下只要她们都来围观,以后有人敢违抗宫规,就是这个下场,女孩不相信王上会这么残忍地对待一名宫女,而这个宫女还是自己亲如姐妹的彩琳,一时接受不了的她直接晕倒在地,在梦中她还一直流泪,喊着彩琳的名字,可醒来看到的却是王上,她第一次这样生死历劫地质问王上为什么要这么残忍,王上告诉女孩彩琳一直为九王子做事, 她一直在监视你,给先王下水淫知毒的人是她,偷偷拿走你手抄本,害你差点被当作踏破奸细的人是她,事先堵住温泉的密道,害得使王子没能逃走的人也是她,听着王上一件件事情的描述,女孩脑袋里一幅幅画面不断在线,这让她更加伤心了,但她认为彩琳是奴婢,做这些事情都是情不得已,直到王上走后,她发现彩琳的遗书才知道,彩琳是因为对九王子的爱慕才被利用的, 上面写了她是如何遇见九王子,到后面的心生爱慕,以至于最终犯下了滔天大罪,但她不后悔认识九王子,也不后悔为九王子办事,女孩觉得彩琳真的太傻了,她不怪彩琳,甚至还把彩琳唯一剩下的衣物,让向师帮忙转交给她的家人,而王上回去后也是龙颜大怒,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八王子早就设下的局,让女孩对她才有了嫌隙,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的, 看来八王子的好日子也没几天了